嗨,大家好,我是芭芭,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接下来我要分享圣校罗的内存 圣校罗的朋友近年凶心多或极心而愿 凶心的负面影响会落空的感觉 比如你赚到的钱会减半或损失 做事会徒劳无功,白费力气 浴室起起落落,容易情绪波动 有负面的情绪 比较容易忧愁悲伤 还有烦恼内心痛苦 会意上突如其来的人事纷争变动 更要小心,容易与朋友保护 并有极心的帮助 都能以任而紧,化解为一的 只要满满正能量 尤其对于从事创造,广告设计,片剧或作家 都是有利的 有买房子搬家的机会 如果你有买房搬新家 就送行李啦 是喜事哦,俗话说一喜挡山栽 修性的影响也容易破财 不容易存到钱 有可能搬家需要装修物质 需要用到很多钱 也可能会跌入片子的圈套 导致破财的 可以趁这个时候上一些课程提升自己 把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如果你有买房的话 就可以做一个大装修 就可以化解一下破财的负面影响 今年呢 桃花印也是大打折扣的 没有什么桃花印就对了 就算有桃花出现也会带来纠纷和议论的 而有伴侣的朋友是正常睡眠不了的 只要减少差异 珍惜彼此的缘分 多些体贴和忍让 增加生活情绪 才能改善彼此关系 健康到一面呢 生肖龙的朋友 你们要多注意教终长辈健康 眼睛大人会容易生病啊 而且很容易受伤及遇上水险的 最好能做个身体检查 容易出现突发性的宅火 无意去参加高危险活动 以免发生意外 小心有雪光自在 你可以去监学啊 洗啊 化解 不要到医院 殡仪馆 本场等等 阴暗的地方 防小人设计 尽情不成不定 事事要小心 要注意 一方摄影治疗 平时的也要注意身体保养 坚持运动锻炼 保持正能量 将体安逐步 下期安逐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